以西节书第三十章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 人子啊,您要说预言 主耶和华这样说 你们要哀嚎,那一天有祸了 因为那一天临近了 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 就是密云的日子,列国受罚的时候 必有刀剑临到埃及 被杀的人倒在埃及的时候 在古时就有痛苦 埃及的财富必被夺去 它的根基必被拆毁 古时人、福人、路德人 所有外祖的人、吕比亚人 以及与埃及结盟的人 都必与埃及人一起倒在刀下 耶和华这样说 那些支持埃及的必倾倒 埃及所夸耀的势力必衰落 从密夺到瑟弗尼 他们都必倒在刀下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埃及必成为荒地中的荒地 它的城必成为废城中的废城 我在埃及点起火来的时候 所有帮助埃及的都必灭亡 那时他们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那一天 必有使者从我面前乘船住去 使安逸无虑的古时人惊慌 在埃及遭难的日子 必有痛苦临到他们 看哪 这事来到了 主耶和华这样说 我必借着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的手 消灭埃及的财富 他和跟随他的人 就是列国中最强横的人 必被领进来毁灭这地 他们必拔出刀来攻击埃及 使遍地满了被杀的人 我必使江河干河 把这地卖给恶人 我必借着外族人的手 使这地和其中所充满的 都变成荒凉 我耶和华已经说了 主耶和华这样说 我必毁灭偶像 使虚无的神像从挪浮灭绝 必不再有君王从埃及地而出 我也必使惧怕临到埃及地 我必使巴特罗荒凉 也必在索安点起火来 又向挪施行审判 我必把我的烈怒 倒在训上 就是埃及的保障 并要剪除挪的重名 我必在埃及点起火来 训必有大痛苦 挪必被攻破 挪府必终日受难 亚文和比博时的年轻人 都必倒在刀下 这些成的人必被掳去 我在达比利 折断埃及重恶的时候 白昼就必变为黑暗 埃及所夸耀的势力 必在其中止息 这城必有命云遮盖 城中的居民必被掳去 我必这样向埃及实行审判 他们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十一年正月初七日 耶和华的话领到我说 人子啊 我折断了埃及王法老的榜币 看哪 没有人把他包扎治疗 没有人用绷带把他缠过 好让他有力量拿起刀来 因此 主耶和华这样说 看哪 我与埃及王法老为敌 我必打断他有力的榜币 和已经折了的榜币 使刀从他的手中掉下 我必把埃及人分散到列邦 四散在各地 我必使巴比伦王的榜币有力量 把我的刀交在他手中 我要折断法老的榜币 使他在巴比伦王面前呻吟 像一个受伤快死的人一样 我必使巴比伦王的榜币有力量 法老的榜币却要下垂 我把我的刀交在巴比伦王手里 使他举刀攻击埃及地的时候 他们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我必把埃及人分散到列邦 四散在各地 他们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